陳維林和張志林這日出席月餅限定店開幕禮 講到中秋節 Candy媽就說想兩位兒子有個難忘的回憶 是啊,其實很想給小朋友難忘的難忘的中秋節 因為有連續兩日假期 今年本來我老公都打算搞一個露營 買了帳篷、上月的望遠鏡 檢查了真的可以看到原諒,真的很清晰 打算幾家人去露營 但可惜香港下雨了,下雨又雷雨 加上雨後等是有蚊子的 我這座媽媽的燈隔熱 我不想中秋是最難忘的中秋 至於說到很有黎明公開女女的正面相 Candy媽媽也大讚,很可愛 這個寶寶很可愛 很像她的樣子 還有她皮膚的顏色 跟這個寶寶一樣 不是不光人,是白色,白淚透紅 很像她 另外,剛剛過了生日的張志林 有沒有收到老婆的什麼禮物呢 我其實是一個沒什麼物慾的人 但因為我喜歡的東西 她又未必會送給我 又說over budget 我喜歡的車 她一定不需要 所以其實我沒有什麼要求她送給我 不過,愛妻好的正志林 就準備了一份神秘的生日禮物給靚靚了 其實這麼多年來都送了很多不同形式的生日禮物 今年希望一個比較特別的禮物 希望到時會告訴大家是什麼 謝謝大家